你看 黎怡辰 你看 多么可爱 个性多好 可是小时候吵架 会拿铅笔刺 刺激地形的手气 那是多小的时候的事情啊 大概小学二、三年级吧 然后我弟大概幼稚园大伴 幼稚园你就这样处理他 幼稚园 幼稚园 有必要 没有 世界他是你最恨的人 那种感觉 有没有刺穿过去 卡在中间啊 男女之间吵架的时候 为什么都要男人先道歉 这是什么原因 以女人的立场来讲 好吧 我们欢迎最不会吵架的林依晨 因为我吵架的那个对象 是我弟弟 那你觉得现在吵架的对象 只有一个就是弟弟 吵得最凶的是他 不管什么事都要跟他 你过来我要跟你吵架 你不觉得做姐姐应该让弟弟吗 我有尝试过几次 后来觉得不符合我的本性 让不下去 自己难过 怎么让 好痛苦这样 那你是个爱吵架的人吗 我不是 你看看林依晨 你看 多么可爱 个性多好 可是小时候吵架 会拿铅笔刺 自己的手机 那是多小的时候的事情 大概小学二三年级吧 然后我弟弟大概幼稚园大半 幼稚园你就这样治理他 那是面团耶 有必要 没有 没有 就 我们两个个性很刚严 有点玉石剧粉的感觉 每次不是他扯我头发 我小时候头发留很长到大的 对啊 然后就是 那种气息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全世界他是你最恨的人 那种感觉 有没有刺穿过去 卡在中间 对啊 鼻心断在里面 然后我妈就用那个 修指甲那种很尖的剪刀 这样在边挑 然后我弟弟在那边哭叫 然后看我有没有 一丝溃对他的神情 结果在旁边冷笑 你还记得那是什么事吗 不记得 不记得 怎么会有这么可人的姐姐在旁边冷笑 前两个礼拜呢 有几个小说的作者 约我 然后就是等于跟他们聊天 谈 他们会在下一本小说里面 一个篇幅是讲我的家庭生活的 你知道我就讲啊 我跟我老婆啊 怎么样怎么样啊 他说你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他会做家事啊 做菜给你吃啊 我说会 然后就讲那个过程嘛 他会 但是他其实他不太会做 我就把那个过程讲一下 其实那个过程是很好笑的 很有趣的 但是 写出来的文字是冰冷的 对不对 比如说他不会做家事 但是我这个不会做家事 是里面有好笑的成分 那文字没有啊 就是他不会做家事 然后人家 人家那个facts炒稿来给我看的时候 我也有请我老婆看 帮我看一下 就他看到那一段就生气了 他觉得我一直在外面去诋毁他 就讲他不好 给他面子 对 这样就跟我冷战两天 一句话都没讲 真的啊 那今天给你一个平台 给你老婆好好讲两句 老婆 我不是真的 真的不是这样认为 你是这样的 虽然你 虽然你 真的不会做家事 不是 不是很擅长做家事这一块 但是我知道你 幽默 你美丽 你带小孩很厉害 所以我在这边呢 对 身材很好 所以我在这边呢 肥很漂亮 真的真的对不起 希望你原谅我 再整个一次 好感人喔 再整个一次 老婆 我知道我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给他一个吻 好了 林依晨就当然了 常常虐待弟弟 我想起来 我前几个礼拜 才跟我弟吵一下 在岳阳电话里面 可是那也不算草啦 算小口角吧 就 那时候我好像 就是上一部戏 在拍摄末期就很忙 然后几乎 好像有快一个月 没跟他讲到电话 然后 后来就 我妈 说他一打来 然后就急着想跟我讲话 然后我也 就很想他 没想他 就想跟他讲话 结果他就好像 抓住一个 我不知道那种形容 就是很像在大海里面 溺水的人抓到一块 他在服务的感觉 就不知道是不是 岳阳电话费太贵的关系 他 他讲了三分钟 我完全插不上一句话 姐 我跟你讲 我看到你的二二说句 其实我 为什么结局你那个 还有啊 你上那个节目 我发现还不错 我没有办法插嘴 然后就想说 你有念多说耶 然后他心马上被伤到 然后他说 你怎么这样 我不要跟你讲话 叫我把他听啊 然后就 就这样呢 就不爽了 我不知道 一开始我也是很兴奋 然后慢慢听到 就觉得 太多琐事了 所以你怎么每一件事 都跟我报告 然后不知道 我觉得那通电话 还蛮妙的 小哥 你有没有跟老哥吵过架 我只是敢赌气 不敢吵架 为什么 被扁过 不是啊 年龄差太多 而且他们是两个 对不对 你是不是 因为我爸以前常常讲说 胸有地公 就是他 我爸很讨厌我这种 就是忤逆 对 去跟这个吵架 暴行犯上 对 他一直讲说 再怎么错 你都要忍住 事后再讲 所以我很 而且他也没有那个 他也没有安全感 可能这边跟童话吵 童鸣后来 而且我爸妈又是军人 那个 顶嘴 很危险 假皮皮 危险境界 我爸升级器材是真的很严肃的 所以说 我在家里很少 我就 就不讲话 我就不讲话 那怎么办呢 随便骂我就 我知道了 但如果不是你的错呢 硬要讲你 对不起 我错了好不好 我知道了 我懂了 我下次不会了 然后回房间 家人都不爱我了 对啊 你们有因为 跟家人吵架 然后被爸妈打过 很长啊 小时候应该都很长 小时候会常常被打耶 你们爸妈都拿什么打 学生最常用的 30公分塑胶长尺 这个台尺 台尺 台尺 打断了好几支耶 我那比你多一倍 我是60公分的那个 做衣服的那种 铁子 竹 竹子 竹子也很重啊 对啊 那个很厉害 而且打一打... 它会裂开 裂开那个打 有时候会刮伤 我妈就这样 我这样讲 我妈小时候 你妈小时候 我妈在我一起的时候 打人的时候 那个眼睛都会 斜成像林瑞扬 然后打了双腿都是血 然后再帮你插藥 我妈没有家暴啊 这我心甘情的证实 没有啊 在我们小时候的年代 其实爸爸妈妈打小孩 真的是很正常的事情 太正常了吧 那你小时候 你爸妈是拿木箭 不是 木箭我被揍过一次 一次而已 一次而已 那是我爸唯一打我的一次 就是我们兄妹在吵架 然后我爸就叫我们 他好 然后就打屁股这样 被老师打过 有啊 一定有的 比如说 这次考六科 然后老师觉得他全部 全部所有考题他都教过 六科满分六百 四百九十七 那你就打一百零三下